嗨 理財優班投資強文專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悠悠 在投資市場中有一句話叫做 五窮六決七上吊 有時候是講七翻身 但是我要說 這整個六月其實 就是沒有什麼六決的感覺 就是台股都來到萬七的這個關卡 所以這股氣勢有沒有機會延續 然後大家在接下來盤斥 有沒有要特別注意的東西 今天我們一樣邀請到我們的 盈利投資董事長 也是資深的證券分析師 中國專老師老師好 悠悠好 以及觀眾朋友大家好 老師你可以先幫我們回顧一下 就是整個六月目前有哪些個股 或是產業整個 或是族群比較特別值得留意的 好的 我覺得就這一次看起來五窮六決 在台灣今年的看起來 這個趨勢沒有那麼明顯 很不決 很不決對 然後當然就是穿著皮衣的那個男人 帶了一個整個蜂巢 所以讓台股在過去的五窮當中 這個上漲機率不是很高 大概就過去我們所觀察的統計數字 大概只有46% 但是這次當中來講 確實有特別的不一樣的情況 尤其這次的五月份 總共漲了將近有 快有1000點的一個位置 而且漲幅將近有6.4% 這將近是這20年來以來 最高的一個上漲的幅度 所以今年看起來是五窮是確實有一點不一樣 不過因為當時候4月底到5月過程當中 因為當時候的指數相對落在15500點 或是在相對的當時候的過完以後的相對比較低的位置區 所以那時候跟著這個男人做一個上漲 我覺得是可以有可以理解的 但6月份到了將近有漲1000多點 然後來到16500點這個位置的時候 那接下來就是因為6月份上漲機率還是只有4成多 所以相對在這個位置來講 你會發現到6月份之後 大盤指數一直它的整個一個成交量 它一直沒有放到到五日均漾 相對來說也就是說大家知道到5月份大漲之後 6月份這邊就在追漲的時候就會小心 所以我覺得在6月份投資人超錯的時候 這時候不是要追漲說你要能夠創造多少獲利 而是說你要能夠如果在保本之中 然後去創造一個獲利 那所以我覺得來講 6月份過去有一些公司我看一看 還算不錯有一些高的上漲機率 如果在6月份這個盤勢當中 假如說有比較出現一個大幅拉肥的時候 你可以留意這些公司的族群 我把它叫做通通高漲族群 大概有三個部分 一個是在通路的 包括食品 另外一個是網通 另外一個是高股息質綠粒 那這三個部分一個分別是像 舉個例子像這個統一超 遇國或普通大家看起來就很清楚 5 6月份或甚至到7月份 都是一般所謂的食品的旺季 天氣那麼熱 所以包括你看統一超 這些都跟夏天是有關的 而且現在大家都知道天氣那麼熱 大家都喜歡去便利商店去 買個飲料 或者是坐在裡面這個吹冷氣 吹冷氣當然就是要稍微消費一下 那遇國我想就很清楚是做冷凍倉儲 那其他公司過去也有在第一季的時候 公司也說今年要擴大它的冷凍倉儲 從它第一屆EPS看起來的話 將近有三成的成長幅度 那普通我想過去就是一個穩健的公司 也是高股息質率 你發現這幾家公司看起來 它的上漲機率就有高達到五成到七成 老師為什麼普通是夏天是晚節 因為它不是賣肌肉跟飼料 你幫忙一下 這時候季節有所謂拜拜 喔 中車節 端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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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節拜拜 所以端午節也有一個叫做什麼 固定以前有一家公司廠長 因為到它這個季節 它通常都會容易會大家多青睞一下它 那就是什麼 田辣醬 喔 那家公司都是這樣 每人就只有那個時候田辣醬特別 艾思惟田辣醬 對對對 那個時候特別有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其他另外一個族群 我看起來蠻特別的就是說 網通 它包括像中壘跟建漢 他們過去的上漲 在6月份上漲機率將近有58% 那看起來的話 目前這些包括擴廠 或者是進入工作逛季 我覺得這位來講的話 牽涎他們的漲幅不是很大 所以大叔可以去做觀察 那當然就是高股息質率率 包括有海運電跟全台 他們過去也有將近55%的一個比例 那我覺得來講的話 這可以看起來包括 他們都有一個殖利率的優勢 那最重要是像包括海音電 這邊的存貨一直在下降 然後全台外資一直在做買超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族群來講 它不一定會像最近的AI的族群 那麼火熱 但是至少在6月份過去 他們的情況來看 他們確實有一個所謂很高的上漲機率 既然有很高的上漲機率 那麼我覺得就可以多按照過去的這個數字 來做一個所謂的一個 最終分析 而且老師這樣看起來就是除了他們有些本來 就是因為季節性的關係之外 好像有些是 比如說像海運電它是存貨下降啊這種 是不是裡面有幾檔市老師可以幫我們特別介紹一下 好我覺得看起來的話 裡面當中大家比較陌生的話 我們就從海運電 加工師它是一個叫做 我們現在看一下它上漲機率降級55% 它做交換是電源供應器 就是說電競的這塊 那你發現 我舉個例子 加工師 我們那時候我在做這個 當時我在做這個分析的時候 我發現它有趣的現象是說 第一個來講 最近的這五年當中它的一個鼓勵 它部分都發放在五塊錢左右 那你要知道五塊錢 它現在股價不到一百塊錢 所以表示說簡單來算 就是知道股息值利率是5%以上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它過去在這幾年當中 它蠻特別的現象是 各位去看一下 2018年的時候 你看它的存貨將近有高達34% 然後在19 20 21 22 這邊你發現它的存貨比重一路降低 那你發現這一路降低 各位不要忘記 這幾年當中發生什麼事情 疫情 通常這疫情大家都知道 存貨都是什麼增加 這家公司倒是存貨是做降低 甚至到今年第一季的時候 它時序就降低 因為你會發現這邊 它其實停止都在25%左右降低 但過了疫情完之後 你發現它是跟著這個所謂的 疫情的逐漸去緩之後 它的存貨實際往下降 那存貨下降之後 你再去看一個 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 你把我們看著所謂的現金 你看現金要從21% 33% 32% 到現在40% 所以你表示說這家公司 它確實是有 很好的一個競爭能力 然後我們再看一個 在運輸占款15% 然後當然之前因為疫情 所以可能這邊有稍微比較高一點 不過你會發現從22年 還有今年來講 又降到12% 又相對是在營收占比 又是比較低 所以如果你再從另外一個禁止來看 20%到34% 也就是說這家公司 它確實在這幾年當中 它的整個現金跟存貨部分 確實有做很好的調整 那我們再看一下 它最新的第一季的整個營運率 營運率23% 是近幾年當中 我們發現到這單季當中 它算是最要比較高的一個季度 也就是說你從營運率的角度 跟存貨的角度 還有現金的角度 營收占款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這家公司確實是一個 在這幾年當中 我這段時間 我看到六月份上漲機率當中 它確實是一個蠻客俗的一家公司 我覺得還算是 比目前有估計殖利率的保護 而且又營收的占比的一個 所謂的表現不錯 我覺得來講 看起來應該是可以去注意 尤其它在五月份公佈的營收 哇 看起來又大幅的成長 這樣只有四五成 我覺得這邊這部分倒是算是 還算是一個市場上 它算是一個 還是有一個所謂的潛力的公司 對對對 這是海運電的部分 那如果我們再看幾家公司來看 像中壘 那中壘這家公司 大家應該就算是比較 對它耳熟的影響 那這家公司 它在上個月份 五月份的時候 它曾經在菲律賓這邊 有做第一期的一個 一個新廠開幕 那最主要是做5G跟光纖產品 這些等等的一個產品 那接下來來講 它也同時在做一個 所謂的一個 第二期的一個廠房的新建 預期在2024年要做完工 那我們看一下 這是過去中壘的營收的一個變化 那各位發現去年2022年的時候 這個紫色的線它是一路往上走 到2023年 今年到現在目前 每個月的營收歪歪還是正成長 也就是說5G還有相關的產品 這些整個產品的趨勢方向是往上的 所以你會發現一個情況就是 外資在這段時間都一路在做一個 買超動作 那我想過去中壘本來就是一家 算是一個 算是穩健的一個好公司 那去年EPS將近有7塊半左右 那第四季營業率也有上漲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 目前它的整個一個P Ratio 還有所謂的一個獲利營收的角度 還算是蠻穩健 DAFI剛好6月份的上漲機率高 應該也算是可以做一個後續追蹤 只不過它漲得通常是比較慢這樣子 對 那另外講 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家公司好了 就是全台 它是一個中小時的尺寸面板廠 那它通常就是 就是只會家用跟公扣 這些客戶也在拉貨 所以呢 它整個第一季的一個獲利成績 也算是不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它這幾年當中 它的現金鼓勵一直在做一個增加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在於說 整個一個外資 最近也一直在做一個買進動作 那如果我們就看它的毛利率 還有營業率 其實上都已經比過去有一些改善 所以我覺得 從這些的角度來看的話 倒是這些 跟剛剛我們所看的 這個6月份的上漲機率來做比較 應該算是 還算是在大盤在高檔當中 算是一個比較穩健的做法 像老師剛幫我們介紹的這些事 可能就是根據老師的研究 就是他們在6月份上漲機率很高 可是這裡面有幾檔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它的財務表現的結構 是有在轉型 對 沒錯 就是感覺整個財務狀況是越來越好 是 沒錯 所以老師我想問 它除了6月上漲機率高 之後呢 它也沒有辦法延續下去 然後我們在第三季或說7月好了 我們要注意盤勢有哪些變化 好的 我想就我們剛才來看 我們就同樣回到 剛剛所看的這張6月份 這邊高上漲機率 你說現在的熱 過去我們有比較資深的人來講都知道說 夏天的到來 真的到來是在什麼 端午節到來才是叫真正的熱 所以你看包括統一超坑 遇國就很清楚 這些都是算是現在目前 屬於天氣比較熱的當中 他們未來在7月份也依然是 應該是他們的旺季 那我剛才提到過 包括中壘跟建漢 他們就屬於網通 這網通的部分 也是一個中長期產業的趨勢 那高股息值率率 我剛才提到這兩家公司 在過去包括存貨或者是外資 還有他們股息值率率 目前都算是在屬於 在所謂的一個股息值率率 算是5%左右 並沒有說非常低 所以我覺得來看的話 這些應該在接下來 即將做所謂的除先洗旺季 他應該有機會還在6月份 跟7月份當中 實際去做一個所謂的表現 那我覺得來講 這些產業族群之外 我覺得當然可能投資人 也要稍微注意到 未來第三季 我想這邊要稍微提到的部分 是因為儘管大盤 現在目前是比較好 但是不代表說 現在整個景氣狀況 都完全就已經改變了 因為各位如果稍微注意到 包括先前的新興 還有說在做一些裁員的動作 那我覺得有幾個部分 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 第三季有注意的磐式變數 大概要把它歸納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 第三季的出口旺季 可不可以改善目前的出口衰退情形 各位如果還記得 在6月的時候 財政部有公佈 台灣的出口數字 連9K 而且將近有衰退 將近有14% 當然財政部也沒有把整個狀況 說得非常非常非常 因為財政部相關的數字也公佈說 未來如果有機會是做翻揚的話 可能有機會是在9月份 或甚至到比較慢的話到11月份 既然是如此的話 市場上現在盤勢 坦白講某種程度就在反映到說 如果是整個一個出口 能夠出現正常 那麼或許有機會在9月份 所以為什麼最近的大盤指數 已經開始做一個先上漲的動作 所以覺得來看的話 可能就是部分人還在做一個觀察 尤其這個5月份的一個營收 已經在10號這邊公佈完 那我們一起來講 這營收的公佈數值 也應該都差不多是跟4月份 差不多沒有差大變化 因為出口都衰退 所以這個營收應該也是持平 但我覺得介紹的是在於說 接下來公佈的6月份的營收 或7月份的營收 是不是能夠有認同 整個一個財政部所一起 有慢慢做一個改善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去看一下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大盤上半年的指數 大概目前已經漲了將近兩成左右 那你知道嗎 股票市場上最大利空就是什麼 漲多 漲多就是最大利空 然後呢 那就像去年跌幅兩成多 雖然就相對它就是比較有機會上漲 那既然是今年上半年的指數 已經漲了將近兩成 那相對一定會有一些所謂的獲利賣壓 尤其呢現在已經到了六月中下旬之後 那包括投信法人他們即將在六月底要做一個所謂的一個 做帳動作 那做帳來講通常會有兩個動作 一個先做結帳 然後再做做帳 那為什麼會結帳 因為你要不要把一些獲利賺錢的 先要先說放在口袋 然後再把資金抽出來幹嘛 集中活力 做自己基金裡面的比較重點的個股 因為到最後面 因為到後面關頭的時候 不可能別家資金會來買你的個股 一定是自己的投信的基金 拿自己賣 對 所以這個部分你也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哪些會被賣壓賣掉呢 哪些會被拉起來 可能就是未來在靠近這六月中下旬之後 你可能要特別注意 那第三個部分我就覺得說財報公佈 雖然目前六月份的營收還沒結束出來 不過呢到了七月十號公佈第二季的一個 六月份營收之後 就是整個第二季的營收也出來 那接下來大家就要注意到一個重點 就是在於八月中旬的第二季的財報公佈 因為財報公佈呢 剛好第二季公佈的部分也是市場上 目前在做一個對照 為什麼 因為第一季大家知道獲利不好 第二季獲利不好 第二季獲利不好 但相對第二季的大盤漲幅是 從四月五月六月開始往上漲 所以就是說究竟是股票市場漲得快呢 還是長得剛剛好呢 就肯定要拿這個財報來做一個對照 也就是說大家所講的這個人跟狗的助吻之間的所謂的對照 懂懂懂懂 好的老師那我想要再請你幫我們分享一下說 就是老師在下半年有一個2023下半年台股展望跟超過策略的課程對不對 對沒錯我在七月四號晚上七點的時候 我在Smart這邊會開一個課程 那這個課程當中我會抬到所謂的產業的趨勢 還有大盤的操作方向 尤其呢接下來就去接近到所謂的總統選舉 也因為第一總統選舉也開始到七月的時候 也第一總統選舉也剩下半年 那這半年當中如果過去按照整個總統的選舉的走勢 他通常是比較偏向是有利於整個一個所謂的股票行情 因為畢竟哪一個政黨不管是台灣或是國外的都是一樣 執政黨他有佔所謂的優勢 通常通往會希望自己的股票市場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投票要好好把握這樣的機會 但是在這個機會當中 你可能愛說可能資金有限 或者是說愛整個市場上 目前你手中的股票套勞一堆 所以有些人會跟我檢調一個狀況就是說 我等到說我的股票解套之後 我把它賣掉之後 例如說它股票上漲一些些之後 然後賣掉之後 然後再去買一些比較屬於主流族群 但是如果投資人你就換一個角度來思考 如果你的股票是相對弱勢 然後你等它漲起來的時候 你再去買一個比較強的公司 那在你在過程當中 強勢的股票搞不好漲幅更大 你永遠都追不到 所以我想我會透過這樣的一個角度 來跟大家做如何去做解套 解套股票的動作 那解套股票的動作 實際上它是有一些些的所謂的技巧跟技術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透過一些案例 來跟大家做經驗分享 我相信在這個解套過程當中 我覺得你不是只有單一的做等待 你可以更積極的做一個所謂的因應對應 提高你的資金效率這樣子 好啊我會把老師的課程相關的連結 就是放在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囉 謝謝老師 謝謝Yoyo 掰掰